接下来 的公式真的太长了 填,填,填,填填送了从那里?从这边一直到那里?到这边这么长一串 当然 将来你遇到这么长的公式 有同学有说 如果有人想要把右边ele albo 如果測行的话 你不能说 比如說你想要從這邊Enter 把它換行 你會發現會發生錯誤 也就是你不能隨便換行 特別注意 它程式就是一定是串在一起的 如果你把它換行 它就會找不到後面的東西了 那如果你一定要換行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技巧 就是說如果以後你要換行 你可以找那個什麼 找我們不是有I的地方 我習慣是在I的後面的這一個 空白符號 如果假設我們找這個 比如這個I的有沒有 它有兩個Enter的符號 那我習慣 當然你放前面方向都可以 那個Enter的符號後面的空白 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你在空白的右邊 加一個underline底線 加底線的話 就可以讓上面的一行 跟下面的一行 成為同一行 也就是說特別注意 多什麼 多這個東西 底線 那就可以讓上一行跟下一行 是成為同一行 但是可能要特別注意 通常會放在哪裡 放在空白的右邊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你不是說underline隨便放 它還有放的位置 通常是放在那個什麼 End的右邊這個空白的底線 所以如果假設這邊又要換行 你可以找到end 這邊有end end的右邊這個 這個空白的右邊 加一個底線 再Enter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它就不會 那這個有沒有 這個右邊 再加上一個底線 再Enter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知道說 原來你這幾行 它就是 是同一行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underline OK 所以這個 如果假設打 以後那個公式 特別冗長的話 或者程式很長一串 你希望讓它折行 但是又不會發生錯誤的話 就順便講一下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要把它變成那個 VBA的寫法 特別注意 這個有點像是我們前面 上個禮拜講的那一個 什麼A跟B有沒有 所以喔 其實上個禮拜的那個 你還記得吧 我們是把什麼 把裡面的那個fine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INSTR那個函數 那所以喔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用VBA寫的話 那該怎麼寫 第一個 我們一樣怎麼樣 拿這一個 sab來修改好了 所以我拿它 用複字貼過來 或者用拖拉加砍售鍵 第二步的話呢 那我就把這個底線公式拿掉 名稱不能一樣 那第三步的話呢 就把這個後面的公式拿掉了 習慣是先把它加 其實有點像把它改成清除 所以你改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該怎麼做 那其實還記得那個上禮拜那個 我們也是有個A A是前刮斧 B是後刮斧 那可是問題喔 這一題有點類似 只是說那個A 就不是前刮斧 是可能是0 可能是里 可能是區 然後刮斧的話 就是路接到 有沒有就跟剛剛那個邏輯一樣 那只是說我要如何把那個剛剛的邏輯 上面這一串 上面這個公式邏輯 變成VBA的邏輯 如果你兩邊可以互通的話 你以後就知道怎麼改了 那改的方法第一個 A1好假設 A1的話什麼 A 就是我們有點像是之前打個VBA 點 我們那個 一次有一次用Find 這邊我們用那個 E3這個 錢刮斧 我講過它那個 它是先 什麼 先找錢刮斧 再去哪邊找 E3剛好顛倒 有沒有 先去哪邊找 去哪個儲存格 所以是去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 應該是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所以這個儲存格的話是什麼 Sales的哪一列呢 DI列 所以SalesDI列的哪一欄呢 DG欄 OK 逗點 找什麼呢 當然有可能找零裡 所以先找零 所以先找零 OK 然後呢找到的話 可是問題啊 有可能什麼 後面後瓜我亂加 那有可能A裡面沒有零怎麼辦 所以喔 你就變成呢 你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 假如說呢 所以一負 你還記得吧 上禮拜我們講一負 一負什麼 一負 這個 先去找找看 如果什麼 找一下 這個動作是去 去到裡面找 看看有沒有零啊 如果呢 零假設不存在的話 那就不等於 應該是等於零是沒有啦 沒有零的話 那我們是要找到 所以不等於 不等於零 不等於零的話 表示有找到零的話 然後 所以打開個這樣 然後 如果 它的規則是這樣的 這個是邏輯 然後中間是它的 前面是 如果 這個邏輯 如果 為初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是 去把 什麼呢 找到的那個零的位置 放在A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假如沒有的話 反思 那當然好 我們如果是反思的話 是Ls 可是問題 我們好像 不只那個兩個 因為還有裡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區 所以 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話 那你第二個邏輯 特別注意 你可以這樣寫 你可以把上面的這一個 這一段成 這兩行 複製一下 再貼到底下來 貼的位置 剛好貼到這一行 貼上 然後呢 你只需要在 這個 一幅前面 特別注意 因為一個 一個完整的邏輯敘述裡面 不能有兩個一幅 所以如果你第二個一幅的話 請你在前面加個什麼 加個 Ls 叫L一幅就可以 Ls一幅 然後就在底下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D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找不到 那個0的話 你就是 再來就找裡 OK 好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再來呢 如果找到裡的話 那就把裡抓出來 OK 那如果 這個沒有 這個也沒有 那再來的話第三個 所以再把 ALF這兩行 複製之後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區 如果呢 找到區的話 那就把區的那個位置 幫我記錄在 A裡面了 記得 那個邏輯最後 一定要打一個 ENDF 邏輯最後一定有 如果你有頭的話 那你一定要個尾 就有點像有 有FALL的話 一定要有NESS 這個規則的話 一定要記錄 因為如果 常常發現出 有頭沒尾 那就錯掉了 OK 只要有頭有尾 那絕對不會錯 好 那我們 我們已經把什麼 把A給做完了 那B怎麼辦 其實剛剛我們B B的部分 上面是複製貼嘛 來改嘛 這裡其實也是一樣 怎麼說 其實可以把這邊 一幅到ENDF Ctrl C 然後放哪裡呢 這邊貼上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A全部改成什麼 改成B 然後呢把這邊改什麼 第一個改入嘛 有沒有 那第二個改什麼 改切嘛 那第三個改什麼 改到嘛 好 這樣子 就 有A了嘛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邏輯是 第一個 先幫我找一下 有沒有0 如果有0的話 不等於0意思是有 那就把0的位置找到 記錄在A 那如果沒有 那就往下找 再找找看有沒有0 就把0記下來 沒有 那就去找0 OK 所以其實理論上 就是這三個 那台灣道理 有0的話 就把0的位置記在B 沒有的話就接 沒有就到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 以後如果你在處理這種複雜的邏輯 你可以參考這一個寫法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說 還有第四個怎麼辦 沒關係啊 反正 以後 下面都是L以符 就對了 反正你要幾個就幾個 一直L以符 一直L以符 如果 除此之外的話 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可以多打一個 除此之外 就Ls 就是說如果 假設除了上面之外 那你就是Ls 不過這邊我們 好像Ls不知道打什麼 那就沒有Ls好了 就是這個就除此之外 OK 你就把除此之外 因為這邊我們沒有除此之外 所以就不加了 OK 好 那最後的話做什麼 再來就是把 要切割的東西放F欄 放什麼東西呢 就是放MID 你可以打VBA.MID VBA不打沒關係 打MID就可以 千瓜糊 然後 String的話就是 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切割的字就是這個 居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就把這個居欄裡面的資料 就這個 放在這邊 然後從哪個字開始 從哪個字開始 從錢瓜糊 錢瓜糊 錢瓜糊 不是錢瓜糊 前面那個 零里區的其中一個 那就A嘛 加1 對不對 豆點 幾個字 應該是B 減掉A嘛 B 是路接到 然後零里區 那要不要再減1呢 好像不用 因為沒有 沒有少 因為前面 有錢瓜糊 是 錢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 又有一個多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 我印象中不用減1 我們試試看好了 後瓜糊 好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它跑跑看 所以我把它清除掉 這個清除 OK 清除 那再來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學一招 就是 增錯裡面可以按F8 什麼叫F8 就讓它程式慢慢跑 慢慢跑 意思說 它跑一次 你必須按一下 它才會換下一行 那你可以在跑的過程當中 游標可以放在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裡面放什麼資料 比如說 這個裡面 3127 剛剛講的 然後就 那I剛開始是2 有沒有 所以 幫我找一看 這個裡面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它就會跳過去 那有沒有 應該有 所以它會跳到 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 這個是G2 然後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話 那就幫我找 那你會發現 A裡面就放什麼 9 意思就是說 從這邊算過來 那個 這個字是 放在第9個位 第9 然後再來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的話 就是再找有沒有 入接 有沒有入 這個是應該接 所以它應該沒有入 所以有接 接的話 是在第幾個字 第 有不要放在這裡 12個字 所以12 減掉9 剛好就3 應該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 然後幫我切割到 這個是F欄 所以F欄 幫我切割完 放過來是萬寧接 可以 OK 那就對了 有沒有 萬寧接就看到了 那意思可以推 如果說你假設 按F8 跑了幾個 之後發現 應該也沒錯了 比如說這個切割 中效忠沒錯 那再來你就不要一直按F8了 你就直接讓它全部跑完 就按這個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先驗證一下程式 因為說真的 你程式要一次就寫對 的機率真的還 尤其初學者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找到錯誤的話 有個方法就是按F8 慢慢按一下 慢慢看一下 每個變數裡面 到底放什麼資料 OK 所以特別說 F8的時候才會出現什麼 才會出現那個 這個叫中斷點 OK 如果你要讓它全部跑完 就是按這個 如果你要讓它停止的話 就按這個 OK 所以這邊把它停掉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個 路接到的這個 所以把這個指向 這個剛剛寫的SUB 把它清掉 你可以看到輸出的話 這裡面放的就只有三個字 但是如果你今天 是用剛剛的那個 路接到公式的話 它裡面就放這麼多 實在太複雜了 而且還有太佔空間了 有沒有發現 不過還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我清除的話 就清除這兩個 然後E欄跟F欄一起清 然後輸出的話 如果E欄跟F欄一起輸出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就是寫完大概就長這樣 OK 我是建議將來如果實在可以的話 最好是從頭到尾自己打過 如果不行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印象中應該 雲端上面應該 有一樣的東西 寫在這裡 有沒有 一模一樣 我想應該 因為我的邏輯都一樣 所以我寫出來 程式也都會一模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前面這個VVA 這個點啊 有些地方沒打 有些地方有打 那都可以啦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個是多重邏輯判斷 蠻重要的 因為未來你工作裡面 如果你不希望 你用土法煉鋼的方式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 把這個 你要做什麼樣的判斷的結果 再敘述寫成程式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程式就會自己幫你代勞 你就把那個規則寫出來 他就按照你的規則 然後把最後你要的結果 放在你指定的位置裡面去啦 OK 試試看 那這個已經有一定的難度了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像這樣的架構的程式 就是喔 到處都看得到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電腦 這個最大的優勢就是 重複做 回圈 所以外面我們會包一個回圈 第二個就是幫你做判斷 所以裡面就做多重判斷 OK 那這樣的寫法 以後還會不斷出現 所以請各位 盡可能的把它熟練吧 如果你這些都可以 很熟練的把它寫出來 那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看到的東西 馬上寫成對應的程式啦 那一件事情就完成了 以後你就不用塗法煉鋼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